就讀台湾体大的刘敏菲 今天参与了孕育体操个人的全能赛事 身受忧郁症困扰的她 只有在赛场上才能感受到快乐 并跳出属于自己的表演 虽然最终未能晋级决赛 但她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 还是认为非常不错 虽然今天就是 有呃 呃呈呈出来整套还是有些失败 跟不是很完整的地方 但是以近期的身体精神 还有整套练习的进度来说的话 是很不错的 嗯 刘明菲从国校被体操基层训练战选中培训 直到她念东山国中后 才决定要认真练体操 也因为常常用腰来做高难度动作 使得刘明菲在高中时腰受了很严重的伤 当时也渐渐影响到她的状态及表现 经由长时间的调整和修养 她成功坚持到了大学 家里很支持 然后不管是心理上或者是 就是比较现实的方面 像钱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都非常支持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吧 就是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 对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那么专注在运动上面 刘明菲今天在场上的表现十分投入 从一开始的选曲就非常有新意 选择了福禄寿乐团的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感受着儒格此般 属于自己最灿烂的时刻 记者卢维轩李玉慧台中报导